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洋百货成都春季店爆发了台湾跟中资的纠纷 导致泰百春季店到现在都还无法营业 两岸签订投资保障协议能够发挥效用吗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好好讨论 台商在大陆面对到的危机跟解决方案 先来欢迎两位来宾 首先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执行长陈德生 陈德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另外是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 高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由远东的集团 跟大陆成商集团合资成立的 四川成都太平洋百货春季店 在这个月15号无预警的歇业 合资双方爆发了经营纠纷 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幕 我们现在来看当地最新情况 纠纷的一个增结点 它是把我们的出口霸占住 不让我们的商品能够进出 让人员不能进出 几次的协调会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说我们认为成都市政府 一些工权力应该积极地介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最大的压力还是在我们厂商的商品 还有我们员工的生机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房东的诉求 我们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尽快地让我们恢复到正常的营运 好 那么真意发生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 双方协调没有共识 百货的出入口还是被成商集团的人员挡住 因此远东集团只好在百货外面搭棚 跟厂商对款付账 不过呢 远东集团似乎也准备好长期抗争 目前远东百货天府广场店的办公室 是他们主要的作战基地 而远东集团对这一回争议虽然表示无奈 但是也强调不会影响集团投资大陆的意愿 好 刚刚我们看到是从四川成都传来最新情况 那么根据远东集团的说法 整起事件的导火线是房东成商集团 想要提高租金但是双方谈不拢 成商集团因此强行收回物业 那么现在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已经排除了太平洋搜购董事长 黄秦文到四川来处理 能不能够妥善落幕 外界都很关注 继续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拉起红布条 亭业装修四个大字 就挂在位于大陆四川成都 太平洋百货春季店的大门上 7月15号百货无预警歇业 原因是远东集团与合资的 大陆成商集团爆发纠纷 没有把援根据他可以 房东来把你围起来 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 好像不太通吧 要五六倍的这个房租的身材 这不通的嘛 不通的 我们的合约应该到明年才到 以后房东要找对 这最重要 徐旭东说的房东就是大陆成商集团 传出导火线是房租谈不拢 原本成都太平洋百货春季店 一年租金人民币两千六百万元 没想到成商集团要价1.2亿元 房租一涨涨了五倍 双方僵持不下 成商集团就强行收回物业 而台商在大陆经营百货业 发生纠纷也不是头一遭 2007年北京星光天地百货 被大股东大陆华联集团 强行接管 理由是星光天地的台籍干部 涉及贪污 星光三月的少东吴星达 以及台湾籍干部 更一度被大陆留置 当时京洞北京当局 派出国台办经济局出面协调 这次远东争议同样震惊两岸 不同的是去年两岸 已经签署了投保协议 现在两岸有投保协议 已经有一个非常 等于是一个制度化的 一个运作机制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机制 去了解如何去排除 这个相关的争议 但事实上这次争议 被经济部定调为民间商业纠纷 而且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不是用两岸投保协议 还是得靠自己 七月二十一号 太平洋搜狗董事长黄秦文 已经前往成都 亲上火线处理 能不能顺利解决争议 备受关注 现在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很无奈 说以后要找对房东 其实我们如果依照双方的合约 明年是才到期的 那么现在对方强行回收物业 我们就请教两位 两位认为远东集团接下来 应该要怎么样来争取权益 先请教执行长 我想就是说 大陆的这个百货业 那么在合资的双方来讲的话 台湾最初应该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因为它对百货的经营 还对这个国际厂商的吸引 还有区位的选择 它都是有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的 但是今天台商基本上经营成功之后 它的合约方就希望 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租金的价格 甚至说把你请走 那么所以给你用了很多的这个 穿的小鞋 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途径 那么使得我们让你经营不下去 那么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定这个合约的时候 看出来就是说这里面 那么合约不能履行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就是说 那么双方对这个法律认知 还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仲裁 中间的仲裁机构 这个仲裁机构应该是有更多的这个独立客观 那么尤其是这个能够有效的能够调解这方面的纠纷 那如果背后如果有这个官方的力量如果来介入的话 我想会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所以你会认为说如果要解决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要靠官方力量介入会比较顺利 对不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双方已经协调很久了 对不对 这其实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 而是已经有一两年的协调过程 其实很多的台商碰到这一类的纠纷 就出现了事实上走由司法途径的话 有时候缓不济及 那其实你过度的依赖官方 恐怕有时候效果也不大 像富士康在深圳的事件 看起来也没得到合理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都是两岸之间的企业文化 还有对法律认知的一些差距 那么如何善选你的这个合资对象 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因为除了这是远东集团 2007年的时候 新光三月也曾经跟大陆的合资对象 爆发经营权纠纷 当初甚至是国台办经济局来出面协调 我们就请教一下理事长 您怎么看 你觉得这一方面 现在看起来如果真的政府有介入的话 会比较好吗 因为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看起来两岸的投资保障协议 也没有办法使用 新光当初的合约是新光有经营权 但是我基本上认为 这个其实是人家华联集团的吉小岸 早就设计好的 因为他基本上面 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招商 也没有能力经营这么一个 国际性的百货公司 所以他就跟新光合作 等合作差不多了 然后经营了也 这个精品店通通进驻了 经营了也快半年了 他认为他有能力 承接下来继续经营 所以就找一个理由 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是说你在当初 专修房子的时候 你的员工有贪污 那当有贪污的话 是有一定的法律程序解决 他不是 他是派出了所谓的保安人员 黑衣人 就是然后把台干通通 赶出去 不但赶出去 你的电脑什么文件 都不能带 所以就 然后微信达一看风声不对 赶快上飞机回台湾 可是他们从飞机上 把他抓下来 说协助办案 你不能离开 事实上就是软禁起来 如果是中小界 那就是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 那就很好谈了 你什么事情到处 通通会签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很大 第一时间 当中国国台办出来 发言人出来讲的时候 他说 这个是经济纠纷案件 台山可以循法律途径解决 这就是死期 可是在台湾 大家不了解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 您就说这个死期 意思是说 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处理 然后结果没有回应 不是 官方就定调了 我讲的是 官方就定调了 这是经济纠纷 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不满意 你可以寻法律途径 讲不好听的 这是他第一时间 当然后来是台湾媒体 发生的事情 大家感到非常惊讶 这么大一个公司 所以来找我们 我们有很多受害台山 就来谈他个别的故事 所以这另一段时间 密集的新闻报道 这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 可是三天之后 这个国台办发言人说 这个是一个经济纠纷案件 有人把它说成是政治案件 所以说如果是 我们事情都很难处理 那如果我们以下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我先讲 把这个做一个讲 那到最后是因为事情 一直不可收拾 所以这个高层才交代 无疑无疑交代国台办 然后国台办再出来说 这是一场误会 台山可以回来 但是这个当然是 就是因为吃相难看 造成了这个形象不好 所以他企图改变 那么然后但是最后 还是被吃掉了 那你说新冠这个案子 一案的 如果新冠这个案子 收购这个案子是一样的 如果他背后没有官方的支撑的话 他不敢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他这样做是非法的 既然这个台边收购 跟他定了一个21年的合约 虽然在2010年可以溢价房租 但溢价房租要合理 你不能到 到他的 他一年制作9亿 他一亿的 了不起一亿的利润 你现在房租要超过他的利润 那他怎么做下去 事实上就是要赶他走 所以我讲结局 结局一定是最后台山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 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吗 看起来 除非你那烙很大 但是我不认为 像新冠烙了那么大 所以最后是 等新闻结束了 他也就默默鼻子解决了 是 好 我们看到远东集团跟新光集团 投资大陆都遇到 非常碰壁的状况 相信中小期的企业台商 应该遇到的问题也不少 我们检利了一份这个资料 就台商到大陆 比较常遇到的纠纷 有哪些呢 那其中包括了 合同纠纷 知识产权纠纷 劳资纠纷 税务纠纷 还有土地开发 跟人身安全纠纷 两位所了解到大陆投资台商 最常遇到的投资纠纷是什么 我想先请教一下执行长 您所了解的状况 我想纠纷 法律的纠纷 那么还有就是说 这个思想观念的差距 可能是比较大的 那么尤其是台商 你看去大陆投资 比较多的还是独资为主 因为合资呢 就涉及到企业文化 双方的信任 还有就是说对经营理念 那么是不是能够 有合作的可能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在这些层面上 那么就是说 观念的差距 和这个司法 这个法律的认知的差距 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个问题 能够有比较好的解决 我想那么中美大陆 尽管是风险大 仍然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但是只有机会 没有保障 也是没有用的 有保障没有机会 也是枉然 是 所以黎智长你怎么看 刚刚我们列出六大纠纷 大概都不拖这几种纠纷 刚刚讲的 其实合同纠纷 是最大的纠纷 那个合同纠纷 当台三跟中方 定立一个合同纠纷的时候 当中方觉得 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常常不履行他的合约 就产生就像这一次 那同样的 如果台三不履行合约的话 那就麻烦很大了 有各种的方式来对付 那也许我讲一下 有很多就利用合同 来诈骗台湾 就像湖南有一个案子 台三跟中方合资 中方出土地 出现金 台方出设备 总共是三千万人民币的投资 台方赚两千万 中方要出现金六百万 但台三把这个设备都弄好 试车都弄好 一切都弄好了 中方的现金不进来 不进来他就到处去借贷 最后撑不下去了 撑不下去 员工告他 原料产生 大家都告他 趁他不在的时候 用三千万的价值的东西 用一百七十七万 标给了他一个自己人 就是法院 通过法院 合法程式 这个得标 然后那个人也没有钱 拿了二十万 三千万的资产 二十万他就拿过去了 这个就是虚意的诈骗台湾 但是到今天都解决不了 这个是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当然合同部分 我们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 对不对 因为即使我们签了合同 也不见得会真的去旅行 对不对 看起来 好 我们刚提到很多例子 那当然很多人会想说 两岸不是有签订投资保障协议吗 台商到大陆经营的纠纷 应该不会是无法可管的才对 不过我们刚聊到很多 台商投资的陷阱 这些纠纷要怎么样来解决呢 台商该如何自保 这段节目我们继续聊